日常脱弓分享素材 今天来说一个小强在三体死神永生的援助速度第三集当中 曾经用过一秒钟下水道画面的电影 忍者神归一 变种时代 故事要从一名女记者说起 这可是一位与变形机刚有着很深交情的性感女神 但是因为和导演的交情可能更重要一些 而她搞得不太好 所以只好到战尼弗的肉体里去诱杀好色男 以解心头不快 不巧又遇到闺蜜开思 只好做起了一名记者女 这天夜里 记者女目睹了邪恶组织大脚帮的犯罪活动 正当她要取证时 一会神秘的正义势力阻止了大脚帮 并留下了一个让记者女感到似曾相识的符号 凡是神秘人物总要留下一些特殊符号的 飞镖啊 卡牌啊 棒棒糖啊之类的都是套路 于是记者女就拍下了符号回到电视台 一心想搞个大新闻 但是因为证据不足没人相信她的话 那她当然不死心 就去找到父亲以前的同事 现在整个纽约警方的最大资助人 这位可值得费些比莫来卢柱介绍 因为她的属性很奇特 自从成功约狱以后 她遇到飞机就是黑鹰坠落 她上了公路就是狂暴飞车 一路撞车只是小打小闹 她下入水底参与幻影计划 险些弄成潜艇 她升上太空管理宇宙飞船 又差点早升极乐空间 然而就是凭借这种专客交通工具的强大属性 她在又一个独立日这天 被推选为总统 也成功克死了外星人飞船 既然如此的风空伪计都是原子约狱 我们就还是叫她在狱中的亲切的名字 马红南好吗好的 结束了正义演讲的马红南 答应记者女有困难可以来找她 然后离开会场不久的记者女 就卷入了一场大脚帮的地铁截止行动 并被抓为人质 危难时刻 四位神秘使者赶来救了大家 便匆匆逼去 一心想要做好事 从来不留名的四位雷风 却在天台上被委随而来的记者女拍到了照片 他们警告记者女 千万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回到家的记者女 翻出了自己儿时 在父亲实验室拍到的录像 原来这四个正义使者 竟然是自己童年的宠物宝宝 他们和一只老鼠一起 参与了名为文艺复兴计划的实验 被父亲改造了基因 并最终成为了忍者规 他们分别是 善用双刀 带有蓝色头巾的四规领袖达芬奇 我们叫她领袖双刀蓝宝规 和脾气火爆 善用两把三叉刺 带有红色头巾的拉菲尔 我们叫她暴躁双叉红宝规 脚踩滑板 又善用双几棍 对披萨毫无免疫力的 黄色头巾嘻哈风忍者规 米开朗基罗 我们就叫她嘻哈双棍 黄宝规 配有单根50棍 擅长科技手段 带有紫色头巾的多纳开朗 我们叫她科技单棍紫宝规 以及如父亲一般教育忍者规的师傅 会说话的大老鼠 Jerry 米奇 蓝皮 舒克 还是胡巴依 爷爷胡瓜华家的老鼠帅起 为了抽大烟竟然去偷银子 那我们就叫她大烟鼠老爹好吗 好的 原来当年的实验室发生火灾 记者女救了四只小龟和大烟鼠老爹 他们一直潜伏在城市底部的下水道中 直到大烟鼠老爹捡到了一本忍书秘籍 他自学成才后 手把手的传授武艺给四个龟徒弟 因此对着四龟的脾性了如指掌 果然这一刻 他就用一块披萨 套出了他们四个私自打击黑鹅势力 并被女记者发现的来龙巨脉 此时的女记者保守了承诺 他没有拿出忍者龟的照片 因此没有证据向领导证明自己的发现 导致被开除 为寻帮助 他却找到了马红南 并给他看了照片 马红南答应 帮助他来找寻忍者龟 可是没多久 忍者龟却受师父之命 率先找到了女记者 当他见到大烟鼠老爹才知道 原来道貌安然的马红南 就是大脚帮boss的傀儡 为了一项邪恶的变种病毒计划 他枪杀了记者女的父亲 果然说话兼大脚帮的人马 抵达了下水道 对忍者龟展开了抓捕行动 他们的头目 凯甲武士也亲自出马 在与大烟鼠老爹的一场激烈对决中 他们成功完成了几处 3D效果的植入戏码 并最终以鼠老爹被击倒 但是忍者龟被抓而告一段落 随后 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暴躁双叉红宝龟 在女记者和其同事摄像歌的望着下 一同来到实验基地 解救其余三兄弟 此时的马红男正在抽干忍者龟的血液 他计划向城市投放一种病毒 并用忍者龟的变种血液制成高价解药 以此来威胁政府 控制整个纽约城 所有的反派都一样 不是毒气就是导弹 威胁政府都是套路 但两人一龟赶到邪恶基地时 马红男已经带着现有的解药 逃往病毒发射坛 而红宝龟却遭遇了铠甲武士的一番虐打 周瑜在女记者使用过量兴奋剂 解救了被俘蓝皇子三龟之后 他们一同驱车追击铠甲武士 上演了一场龟壳乱撞 汽车翻飞的惊险血火大战 然后四龟两人通过地下水器 迅速抵达了毒气发射大楼 按照分工 记者女和摄像哥负责在楼内 对付马红男抢夺血药 而忍者龟四兄弟 则在电梯里开启了演唱会 一手朱大哥唱罢 他们上到天台 阻止铠甲武士释放毒气 这样的上下分工很合理 不仅实力相当 而且楼下纯实拍 楼上纯CT 后期制作起来也很方便 经过一番恶陆兵器秀操作 三地场景宣效果 缓解一心显主题的天台大战之后 有得龟鞋解药的记者女 也赶上了天台 他帮助忍者龟最终战胜了铠甲武士 随着放有毒气的发射架 从高空中安全落地 马红男和大脚帮的 首轮病毒计划也宣告失败 这样看来 还假话的日本武士真是扎得很 打不过狼鼠也就算了 连龟龟也打不过 简直弱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选择队友很重要 那此刻的冲鼓里 就有三位好队友 正在继续着盗墓之旅 他们托小强发通知 下周五准时见